大家好 在炖鸡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都是直接焯水 去除血腥味和脏东西 但是那样炖出来的鸡肉肉质就比较柴 而且口感也没有那么鲜嫩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独特的做法 炖出来的鸡肉鲜香滑嫩 没有腥味 特别的好吃 首先往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用你的右手给它抓拌一下 是每块鸡肉都能裹上一层面粉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里面的血水和脏东西 抓拌到有些粘手的时候加入清水 放清水里浸泡10分钟 准备一点干香菇用温水泡发 再切点青红椒和土豆块 我们看一下已经泡出了很多的脏东西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多冲洗几遍 冲洗干净后放入盆中 看一下已经清洗的非常干净了 起锅烧油下葱姜炒香 然后下入鸡肉大火翻炒 这样能快速的把鸡肉中的水分炒出去 吃起来会更加的鲜嫩 炒到鸡肉表皮有点微黄就可以了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黄焖酱汁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然后翻炒均匀 接着加入适量的清水冒过鸡肉 放入泡好的香菇和土豆块 然后盖盖炖20分钟 时间到了再放入青红椒大火收下汁 香喷喷的黄焖鸡就做好了 鸡肉鲜香滑嫩不行也不柴 家人都说实在太好吃了 每次连汤汁都不剩